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母体平均数的信赖区间的算法 那么这一部分我们介绍的是小样本 X-bar的这个抽样分配 我们在大样本的地方我们就介绍过了 当母体变异数sigma平方已知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我们把它用z值的一个变换的时候 夹在这个-二分之α跟正的二分之α之间的z值 这边所占的几率就是比例 是1减掉α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 这个是所谓信赖区间的下限 这个是信赖区间的上限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 我们都是从X-bar加上一个 这个是factor 这个是减掉一个factor 那这个地方 z分之二分之α 是我们查表的 这个地方是已知的 这个是我们抽样的 这是什么呢 样本数 那么大样本是很简单做法的 好 那现在我们要告诉各位同学 如果说今天 不论大样本或小样本 只要是sigma平方已知 我们都是用z来做 可是万一他不知道呢 我们就用谁来取代呢 用s来取代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要用t值来修正了 就是所谓的t分配的 studentt来去做 那么怎么做呢 很容易的 就是直接把z 换成t就可以了 既然换成了t 各位同学要知道什么呢 t值的查表 我们心中要了解的是说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就是自由度 我们要了解的是说 这个地方自由度 我们要取什么呢 取的是n-1 那么在查表的地方 我们会再做的解释 现在我们来查的是t表 因为在算信赖区间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用到的是t表 所以我们来查查看 信赖区间就是两部分 两半 但是在t这个地方 t表其实比z表要来的麻烦 所以我们制作的这个t表 反而更简单 是这样子 怎么说呢 95%的信赖区间在中间 那这边是多少呢 这边就是0.025了 因为左边还有一个0.025 那我们要知道 信赖区间在这边 好 这边是0.025 那么很容易的 这边就我们就从 0.025的位置去查 再过来呢 它要告诉我们说 degree of freedom 就是所谓的自由度 自由度是几 自由度是6 基本上N是几呢 N是7 好 那我们来查一下 自由度是6的情况之下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2.447 好 2.447 我们就圈起来 那么这个地方 2.447在这边 那当然这个t的表 就是2.447 如果换一个题目 90%的信赖区间 90%是什么 这边是多少 总共这边合在一起 是0.9 那这边就是0.05了 0.05 我们就从0.05的地方 去着手 那么这边 我们知道了多少了呢 1.943 所以这个点是1.943 当然这个值也是1.943 那么我们会查了 这个表之后 当然小样本的信赖区间 我们也会做了 为什么大部分都是要用t来去做的 因为基本上来说 母体的这个变异数 我们很少会知道的 所以大部分的话 我们都是用s来取代 也就是说只要小样本 其实大部分都要用t来去做修正 下面我们介绍一个信赖区间的一个小样本的例题 我们想要估计的是某一家科技公司平均的月薪 今天我们抽几个人呢 10位 这是小样本了 他没有到达30位 我们相信他是小样本 没有问题 得到的样本平均数 4万 标准差 3800 现在我们想要知道的是 95%的信赖区间 那么怎么着手呢 其实我们心里有底了 这个信赖区间的下限 就是他要减掉一个 s除以根号n 再乘上一个t值 那么现在我们来写一下 x bar减掉t 乘上s除以根号n 这个是所谓的很基础的一个左右的一个公式 向左向右 那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做一个 右边的是加的 好 继续下去 我们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带数字之前 当然t二分之α我们必须要知道 那么今天这个题目是十位 那么自由度 我们当然就是在九的位置 那么95%是0.025 那在这里 抓出来这是几呢 2.262 好 我们就把这个2.262带进去 x bar的话也带进去 这边是减掉2.262 乘上s是几 3800 根号 这是十 这边是加的 2.262 这边是3800 除以根号 十 一减一加 我们计算一下 那这个地方 当然就不到四万了 这边是三万七千多 到几呢 四万二 这估计上来说 比我们大样本稍微宽一些 因为我们的样本数 比较小 所以基本上来说 我们的准确度 当然就没有像是那个来得那么高 同样是95%的信来区间 我们这个地方就稍微宽一些 就是说我们有九成五的信心 它的平均数是落在这个位置的 这个单元 我们跟大样本的地方来比较以后 我们发现什么差别呢 其实 差的不多 最重要的是 Sigma已知的时候 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如果Sigma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用s来取代它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t分配来去做修正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观念